这是她的好闺蜜 这人柴希做的旅行攻略 屁人的她要了一份作为参考 准备第一次亲自下场 做我们的楼围攻略 于是半个月后 我们得到了 做得很好 有那种贵的地方 不要再让我做攻略了 贵的地方 又差点贡献一个开场 是不是 欢迎我们的导游小米 也欢迎被坑的小鹿 来 你别吞吞屁啊 那在这一期 大家可以全方位的评测一下 米老师的北欧攻略 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 壁雷还是种草 这一期里边 会穿插一些明星片的选择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投投票 最终我们一起共同制作出 鲁米仓挪威明星片 规则跟我们之前新续栏片一样 在每一趴 记得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好了 第一趴出来扎刀 上期提到 因为没有直飞的航班 我们要在哥本哈根短暂驻组 既然是来到了设计之都 又是安徒生居住过的地方 敬业的米岛游 当然也是做了非常棒的公园 那第一站 就是这里最有名的打卡点 也是最像乐高街景系列原型的 新港 新港在哪儿吧 你不是说到了吗 是啊 怎么它有好几个新港啊 啊 哎呀 就这点光啊 快点 笑了 上来的第一个景点就标错位置了 假不假是跑两步 显得自己着急一点 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现在 在哥本哈根发现有好多都是骑自行车的人 然后汽车的数量其实没有那么多 这可能是真正的自行车王国他们现在 历经千千万千千万千千千万千千千千万千千千千千千啊 我们到了新港 你们可以拍摄照片吗 好 谢谢 我带一个头衫 对不起 我们再次新婚旅行 好了 你们可以亲一下 好 亲一下 有点不好意思 来 太冷了 好 没有亲下去 好 好 特别好的 完美 谢谢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 把所有的攻略都自己做 因为我没有时间 我准备要锻炼他就锻炼到底 就是所有要跟人打交道 要沟通的事 我们全部都交给明老师 我一个高考英文不及格的人 明老师 第一次买单 平时都是我来买的 姐姐 这样怎么说还是 check bill 是check bill 都可以 你这个动作就行 或者你跟他说check也可以 你跟他说burn the bill也行 burn the bill也行 还是check的比较简单 excuse me OK 激动人 现在是喝到了 没人 check 你喝完了吗 你别紧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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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完了吗 你还算顺利 接下来的挪威自驾游才是重头戏 刚下飞机我就问咪道 预订好的车在哪里 我查一下 你没查好是吗之前 现查的同志们 这就是做了半个月功课的 喵老师 喵老师玩现了 到了特罗姆斯 他说现场租车 一辆车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看明天 天呐 也没有 五千 整个特罗姆斯机场 我们把所有的租车公司 全部都问了一遍 只有一家有 最后一辆车 最后一辆车 我只想要确认 这是一个大车 这是一个特斯拉 这是一个特斯拉 好的 两千七一天 不好意思 我们提前如果租车的话 可能费用也就一千左右 没想到我这辈子第一次开特斯拉 是在北欧 又剩一辆 冲着冲着 我知道冲着冲着 但是我要 你还皮大了 就是把我们弄成这样 怪谁呀 怪你啊 怪我 为什么要怪我 我没帮你 我没帮你 我没帮你啥呀 你没在国际麦克里 第二点吗 哎呀一下子找不着 那个不确定了 开错了怎么办 无论如何 我们终于是拿到了车 化学中泥泞的特罗姆色 虽然跟网上的图片有所出入 但也有种别样的美丽 对 但是好久不成 但是好久不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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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开过的都知道 特斯拉没带速 他没有带速 诶 他不会自己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就会有一点 诶 可能就会顿一下 在路上我就被警察pover了 因为你的速度距离了 从50%到50%到50%到50% 抱歉 这是我第一次驾驶 他以为你最驾 我就没想到 落地北欧第一天会被查酒驾 我当时吓死了 你以为怎么 我以为你要被蹲橘子了 对不起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拜拜 这是我们这次的 佳利品 你跟小朋友说 昨天那个Links也被查酒驾了 真的 我们相当于多花点钱 就是市价吧 代价有点 代价也太贵了 看看苗老师租的民宿 苗老师很可爱 他可爱的点在于 他不提前租车 但是他准备了给房东的茶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给你的答案 这是中文茶 很甜 带了不仅有茶叶 还有火锅底料 耶 巨大的落地窗 小小的房间 三千多一碗 小房间聚气 干杯 谢谢阿世 每天给我们准备面包 然后还可以帮我们做饭吃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情绪价值 每天三千块钱 有两千块钱给这房东 那房间最多只五百 我觉得我要这三千块也挺值 你每天给我三千 我也给你做饭 这个房东唯一我觉得就是特别值的 就是他有一天晚上突然间敲我们房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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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他就很急 我就是在想 因为我那天聚困 十点多我们就上上楼睡觉 阿罗罗 看看我们的房东大叔叔有机关 哪里 到外面去 到外面去 哇 哇 哇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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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睡眼惺忽的 回车里边拿了三脚架 拿了机器 然后拿出来炸好了以后 其实已经散去差不多了 你快没了 我的洞 我最终拍到了一丁点的激光 因为第一次拍激光我也没睡醒 然后也没开手动对焦 然后就是完全虚掉了 虚掉了 如果下去了 我刚刚看着几个同胞表情凝重 他就刚来着 我开心了一点 我又有两个大冤重 在托罗姆斯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玩了狗拉雪橇 坐缆车看了城市夜景 为了拍到激光 还抱了个追光团 我们的激光猎人说 他说 我们那天要去到芬兰 因为今天特朗姆斯的天气太差了 好 谢谢 好想这泡面 我有带来的 每天那的激光稍微亮了一点 这颗 它在动 这激光动得好快 在跳舞 厉害厉害 其实当天肉眼看不到的 只有那HCR的那个141.8 然后开漫门才能拍到很明显的 而且能看到被云挡住了 所以其实第一次激光之旅就有点失败了 虽然在特朗姆斯没有什么特别牛的照片 当然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选一项 好吧 大家可以投出宝贵的一票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能能看到 我想象不出来 你想象不到是哪一张照片 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回头给大家想象看 连夜 其实看完了夜景 我们就直接收拾屋子 然后收拾行李 特罗姆塞罗夫顿的那个邮轮 它只有凌晨一点多出发的 但是迷老师相当于多订了一碗民宿 当我和房东说我今晚走的时候 房东都傻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离开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要去Lofton 在他脑子里面今天晚上不睡这儿 为啥要预定今天呢 其实当天我们如果没订那碗房间 把行李寄存在他那儿 回来只要取行李就好了 相当于邮轮上的房间和民宿 每天的房间和民宿是同一天 哎呀 我真是好贵的 一晚上花费了5000人民币的邮轮 当时 你还多订了一天民宿 嗯 你帮他去 我要带回属于我的一切 跟六人行李的Rose一模一样 好吧 我知道 Minting 咱在邮轮上别或我去做 我都做事 我们成活了 到了斯沃尔维尔 就在我们的码头 走到我们酒店 就抬脚就到了 按理说我们直接入住酒店 第二天去租车就好了 但是明老师上来要去取车 六多花一千五 我们就是因为 想少租一天的车 省一千多块钱 所以才租到这 那我为什么要租车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租车的地儿 比酒店都远吧 不算啊 当时那个天气剧炮说 那天会下雪 我还幻想之后 我说我们要是下了船 那个雪这么厚 我们突然行李讲 走是不是真多累啊 所以明老师 因为这个就多租了一天的车 六多花一千五 我早想想我脑子炸了 所以明老师其实在那儿 自己在那儿 终于算过了账的时候 没事 第一次做公路员吧 有种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公路员了 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公路员了 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公路员了 对 行 今天我们亏了一共亏了多少钱 一天的租车一千三 一天的酒店三千 加上飞机那个三千多 加一起 我们找点理由 就是让自己安徽一下吧 就是大家看到给我们投个币吧 干都这样了 现在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跟他们说 要点币的时候 我很感动 为什么 就是你就是我觉得你好伟大 就是就是你跟大家要的是那种 不需要花钱的东西 只要一个兵就可以了 我单纯是 我单纯是觉得 借钱反正也花就花了 突然觉得我自己格局小了 不是算账的时候哭的 是我们到那儿之后 发现他关门了我才哭的 我以为我车租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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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要等待 你会要多长时间 你会要多长时间 一小时 一小时 好 过去租车的点以后 租车的点又不在 我又现给他打电话 现给他打电话 然后那边餐厅又 马上就要关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在那点餐 另一个人去取车 所以明天还是就自己 走到了那个租车的地儿 哎呀 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 你拍摄吗 对 我拍摄了 我拍摄了 是直播的吗 对不起 是直播的吗 直播的吗 直播的吗 是直播的吗 是直播的吗 我真是个傻子 我真是个傻子 对啊 是直播的吗 是直播的吗 是直播的 我是直播的 是直播的 我看到了 是直播的 我看到了 对 我当时是超早了 所以你看到了 在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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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所以我 不好意思 就写一下 写我的名字在中国 对 和电邮 和电邮 好的 谢谢你 成功了 非常棒 你自己把车租到我 我感觉你回来以后很巨开心 这是我又可以了 你又可以 我又行了 最后对我们打来 就好像说 我可以说个嗨吗 我说可以 然后觉得 可以我说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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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个车租是我的家 你的家 好的 我的一顿瞎说 我用镜的我闭上的英语 你要是太棒了 你见不了爸爸 你太棒了 给你带 可以 可以 我跟你说就这一千多块钱 多这一千块钱 就是 给你掌线先用 有没有点成就感 超有的 而且我还跟人家绕着两句呢 累 我英语这么差的人 就是我能 跟人就是一对一的沟通 还把这些事办成了 我觉得挺屌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 你其实这一路的健身状态 都有点发电了 有没有你觉得 详细说说 快带雨 我真的是受不了 1 2 2 1 怎么都没有 哎呀 什么呀 一千多块钱一个人 我疯了 太惨了 什么 吃死我了 我不知道 我整个人就是处于那种很癫 就是我 我快疯了 对 我会觉得因为这一次功课是你做的 所以你很重 很珍重 很重视 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你看到的网上的图都是 他不好看你刷不到 对 这些个性存者偏差 偏差 你到了之后我这一次真的很崩溃 然后每天花这么多钱 然后又拍不到 很着急 所以这是一个正态守恒 两个人就是一定要分工 总有人着急 大家可以给明儿的精神状态打个份 我觉得非常好 下次旅游可以 我不想努力了 不不不 你这份功练你也可以张力给大家 看看有哪个愿者 想要这份功练的请可以 明儿老师后面在罗布顿顿民宿 他就没有在定 看明儿老师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就介入到预定啊各个方面的环节 后来大家看到这个小木屋子 其实就在上一期节目里面 我出现了 天堂特好特牛逼 600块一万 这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哇 这房间真的不错 他还是比较靠近霞弯的 然后他离足球场特别近 就是我想拍到足球场 让我的飞机直接在阳台上起飞就行 所以我都不用足不出户我就能航拍 还是我觉得拍到了一些不错的画面 所以在这可以大家选一选明星片 到了罗布顿群岛我觉得可选的可能就是 有非常多 他不同的下雪啊没下雪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投出宝贵的一票 好吧 然后我们知道Links跟小螃蟹也会过两天也会来罗布顿 因为他看到有下雪的天气暴嘛 所以我们就多租了两天 他们也要从蕾娜开车两个多小时过来 为了跟我们相聚 孩子几千公里外的相会 哎呦 我们把床杆给你破 你看我现在身上一只 我现在所有的 他们落地之后他们的行李不强 对 行李被航空公司搞丢了 啥也没有就过来了 那我没有多凄惨吧 啊 啊 都破了 好看吗 我给你拿双新的 好看 男哥特在写 哈哈哈 谢谢 你给他好大门大 你直接好 两对就开始了 这一趟我们的比惨大会 这是互相治愈的过程 我好惨啊 你比我还惨不高 他说他们做那个狗拉雪的雪橇 下都没法下 一下要做六个小时 我当时听到就觉得我早太惨了 大家各有各的惨法 对 那其实因为他们行李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所以我们就是把我剩下所有的一次性内裤 没用的一次性牙刷 一次性内裤 哎呦哎呦 今天我们就离开了 他的相机是随身携带的 但是他的三角架在箱子里 所以我给他留了一个三角架在那边 全羽毛布灯区脑最贵的东西 最珍贵的东西 最珍贵的 最珍贵的 不一定是最贵 但是最珍贵的 这是第二贵 当天晚上我们在超市里边买到了好多的肉 甭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感觉能吃的 全方里扔 然后面二人的火锅底料就放进去 还心坏了 感受一下你们的料 全是肉 好 好 好 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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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大贝 哇 也没有调料 但是好好吃 我就觉得终于吃了顿人饭 终于吃过来 那边的 我这辈子吃过无数次的火锅 我都数不清了 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我这辈子记忆最深刻的 因为那时候我吃过这辈子最北边的 甚至到了北极圈内的火锅 哈哈 哈哈 你以为都这样 哈哈哈 确实点瘦 哈哈 在那早上的凌晨 凌晨17 啊 刚刚另一个三年期来送我 今天晚上激光大爆发 但我们赶不上了 我们得赶紧走 哇 看着难掉了 看一下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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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嗯 你在挪威离开后的两天 刚好就是大地磁棒嘛 六哥 谢谢你借我的三小架 给你看看我们现在窗外的激光 下载下来以后发现 是他们拍到的激光 我觉得这段素材也让我们的挪威之旅画上了比较完满的句号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会留很久 一直到我们老了和Links跟参加那种老年团 好疑问 你记得当年那个我给你一次用内裤 那是我还给你拍激光呢 他应该不记得 是吗 因为他天天拍激光 哈哈 但其实你知道这一次我特感动的是 就是 我觉得你自己 你做攻略的你和做饭的你特别有魅力 就简直就是荷尔蒙爆棚的那种 我就觉得你成长了 你知道吗 弹幕说明老师之前是有多差劲啊 这一次虽然有很多让我崩溃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趟旅行下来之后 我觉得我的个人价值提升了 我觉得其实这趟旅程以后 我个人觉得明老师也更理解就是之前做攻略的我 对对对 就是他共情了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有矛盾 是因为你真的 你没有经历过对方经历过的事情 你很难感同身受 对 你真的要就是你要做一遍他做过的事情 你经历过一遍他经历过的事情 你才能理解到他挺不容易的 嗯 太难了做攻略我撑无缘 那你给我这一次打个分 一百分百分 九十分 还有十分扣在哪儿了 只是给你一点进步空间 那九十分是没什么呢 小城小床快消遣 康城已经不远 到哪绿色香大 就好安 画呀画呀画呀 一起分离相牵 啦